穿过旧口的等待 美丽的意外 一不小心见到爱 第一次遇见你 从未相信 有一天会如此的亲密 你充满憾意 无法靠近 随时准备奔明 现在就跟我走去 填补着空白 穿越过人爱 一不小心遇见爱 这门超难买的 美丽的意外 一不小心见到爱 你喜欢吗 喜欢 欢迎回家 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 你一直抱着 那是悠悠送的 她说什么 同居礼物 最强装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打游戏用的吗 应该是 最强装备 要不你装备一下 要不你装备一下 这个是个 我跟你讲啊 虽然我们现在是同居了 但是 你饿了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不用 我们去便利店买吧 我请客 好 好 马二搜二 二搜二 刚好似的 跑日期还可以 那你先在这里逛一下 我去一下那边 去吧 你先去找你 去吧 找我 去找你 找我 给你找我 来 我一定要 박 我健康 很方便 為什麼是這個 也不是我倆的生日 難道是他媽媽的生日 這些都是在便利店買的 對啊 怎麼樣 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廚啊 以後我就在家裡跟你做 你就只給我米其林餐廳一半的錢 好算嗎 你說 錢跟我 你更愛哪一個 大概 可能 可能 應該是你 你在哪兒學這下 我哥教我的呀 以前在家裡經常做的 因為方便了 味道也就一般吧 一般嗎 不是吧 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 突然氣到離奇了 我看看 躺哪兒了啊 好 笨蛋 都烫红了 好了 硕许姑娘要不要帮你加点醋啊 我看你挺喜欢吃的 不用 用吧 不用 用 不用 不用的 喂 悠悠 安生 你是想打听安心的事情吧 也想问问你好不好 放心吧 我们都很好 安心更是小说得更滋润的 她都和林队住在一起了 我什么时候好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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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住在一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亲耳听到就放心了 那 那就先这样啊 我还要去工作 随时联系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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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到了 我还是小瞧了安心的手段 汐儿 你跟林月的事情跟安心没有关系 跟她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顾安心 我和林月哥哥早都已经在一起了 还有你 哥 你这么优秀 多少女孩上赶着追你 你为什么偏偏对她那么死心眼呢 那你跟林月呢 没有安心 我和林月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汐儿 这不是喜欢 只是不甘心 努力在感情里是没有用的 你跟我就是个失败的名字 我不会失败 我相信林月 我也相信我跟她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会想明白 谁一直陪着她 谁有资格站在她的身边 那个人一定是我 行 你跟她们的感情 感情这个东西她不是用时间衡量的 我不会放弃的 喂 喂 她还在哪里 你跟她们在一起 我都能说 她们是有什么都能不拒绝了 你就想听她们的 你也不想听她们的 以后住在一起了呢 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 就告诉我 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 有什么不自在的 当然 有了一次的经验呢 之后会做得更好 你给我的不是经验 那个叫魔鬼体验 那我们就把之前 没有做好的 没有做完的 都补上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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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什么 这个是心脏检测医 戴上这个呢 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如果有什么异常 他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 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 那我们两个人都有一场 怎么办 那他就回家给医院了 没事吧 你不会是在想什么 五光十色 受而不移的内容吗 我没有 我没有 你想什么呢 能不能给你带人一点信任 啊 关心小姐 那你以后 能不能也多信任我 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 而不是这些 好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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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辈子 这里 谢谢 你 谢谢 你 quero 你说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 安全系数最高的 应该买物美价最连的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厂啊 好啊 你干吗呢 小孩子 我量尺寸的 你不用量了 我是两个你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床有没有太小 不会啊 我觉得刚刚好 我睡觉不太老实 你可不一定抓得住啊 那就试试吧 先生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就给您开单子 您签字就好了 你挑喜欢的款式就好了 尺寸我都量完了 这款特别舒服 您跟太太一定会喜欢的 麻烦用最快的方式配送 懂懂懂 绝不当悟 你会在哪儿 下来 喝酒 啊 行了 打得都不认真 你都不前逞 你得摇起来这猫 你不摇它招什么打 你不摇一摇 我去那边 好 好 可以拜了 真拜啊 拜 我終於弄好了 看到這一切 好像又回到了剛開始一樣 只不過呢 沒有小瘸子 也沒有大蟑螂 但是呢 有一個讓你安心的好男友 你這畫的是什麼呀 球魚啊 我說是這個人 不夠明顯嗎 你啊 我 嗯 我有這麼醜嗎 拜託 多像你啊 縮在沙發上 球魚多可愛啊 跟你一樣 遇到危險 就會把自己縮成一團 手機借我用一下 你手機怎麼沒收密碼啊 要密碼幹嘛啊 萬一那天手機丟了 陌生人撿到 也知道打給誰啊 不收密碼才危險呢 萬一銀行卡密碼什麼的 洩漏了怎麼辦 嗯 那你給我說一下吧 那你 那你有什麼幸運數字 或者是喜歡的日期嗎 那就 頂四一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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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身鐵必滿 抗筆心鐵人 我喜歡 好 四月十一日 顧夏生兒時 好 謝謝 嗯 為了慶祝你回來 趙磊真的是破天荒 挪用公款買的蛋糕 好 你們說 一個男人把一個女人的生日 設成門禁密碼 這說明什麼呀 那肯定是用情很深啊 不知道 怎麼感覺你怪怪的 萬一他還有一段 算什麼感情前世 我不知道 你說會不會 我就等著有一天 給反常女嘉賓乖乖騰地兒 雙手奉還啊 的確 前日是這個世界上 最火氣的五種嗎 唉呦其實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 但是 我真的很少見他在電話裡面 那個語氣這麼溫柔 而且還帶著笑意 逼他 你得問他呀 那 萬一得到一個 讓自己失望的答案怎麼辦 還不如憋著 是還沒有點過去呢 對吧 你既然有疑慮 你就要提起精神 加速火力 守護你的愛情 說呢 我是不是對他的過去太執著了 其實我也很害怕 會不會在我們真實相處之後 他覺得我們倆 並沒有這麼合適 你倆就是人盡皆知的小夫妻 誰敢來做藥 就算敢來做藥 咱們也得把他幹下去 不管誰來做藥 我都絕不會退步的 好 你好 你怎麼來這兒了 我這不是為了你莫名而來嗎 脫了白大褐的 我是不是有一種莫名的帥氣 那希望一會兒分組失戀完 你還能保留這份別樣的帥氣 我們現在呢 就來講一下拳擊中的步伐 保持重心滑步出擊 只有當你的步伐足夠鮮熟的時候 才能將力量上升到腰部 而腰部對於我們來說呢 又是十分的 教練 你說這個腰部 這個發瘤我怎麼 總是感覺不到呢 是 這兒嗎 對這個位置 這兒 對 我怎麼感覺不到呢 是前腰還是後腰 是這兒嗎 這兒嗎 怎麼感覺不到呢 你 你幹嗎呢你 臭小子你誰啊 你哪根蹭跡 敢推我 你管我是誰呢 你個猥瑣男 你再捧艾力一下試試 我碰了 那想怎麼著啊 教練 我申請訓練賽 好啊 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要保護你啊 什麼事 我不是說過了嗎 你不會是說過了嗎 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不是說過了嗎 有個小子 我不是說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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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死吧 有名的 你不是說過了嗎 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要不算我 好 救命 你 教练 我申请训练赛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要保护你啊 小医生 小医生 起来 对不起啊 我还是没打赢她 输赢并不重要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她打呢 你知道你只训练了两场 可能有可能会打成重伤的 我就是要打赢她 我必须打赢她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我为了 我为了你啊 为了我 我呢 就是个小菜鸡 你呢 努力之爆表 我要是不打拳的话 我拿什么跟你有共同话题啊 而且你只喜欢打拳 喜欢 谁跟你说我喜欢打拳呢 你 你不喜欢打拳 这只是我的工作需要 擅长跟喜欢 这两码事 你怎么不早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 你 我 会不会看不起我呀 今天你是 六米建方的拳击场上 最厉害的拳手 不管怎么说 我 一定要让他跟你道歉 在所有人面前跟你道歉 不然我是不会放弃的 谢谢 你这突然 大血加粗的温柔 我还正有点不适应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你今天这种 鸡蛋碰石头的鲁莽行为 或许才是真正的勇敢 虽然嘛 你说得是事实 但是可以稍 稍微委婉那么一点点 你快别乱动了 这不是那个手下外降吗 小矮教练 你帮他揉什么呀 也帮我揉一揉 你说得对 对待无法回忆尊重的人 是应该给你点教训 你 教练怎么打人啊你 现在一部队拳击馆 二科训练 我也当然会是你教练 我只是一个被你骚扰到 怒火中伤的普通人 太帅了 刚才 是不是特别爽 以后就应该这样 随心所欲 有什么不开心的 切着咔嚓发泄出来 你要是实在不想说 这不是还是由我的吗 我愿意二十四小时无休 做你的书动 真痛快 就有点后悔 刚才应该打得在重点 不着急 吓死我来 扶我去吧 好 来 快 来 吴老板 不行 这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一般称呼开头的 都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 你听我说啊 我呢 为我们工作室 切了一大碳 大企业 秘密招募企业形象设计 老板 我这手头上 还有一堆活没做完呢 你这是想把我掏空吧 听我说呀 这单要是做成了 不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而且至少能实现 咱们工作是半年的奶茶自由 行 坐 工作使我快乐 加班使我更美 好 能把任前说这么轻轻脱俗 也就你们俩 奶茶你别喝 你别喝了 顾老板 一会儿啊 不行 不是 你听我说啊 我的意思是 一会儿你见着贾方爸爸 可不要被惊喜 冲昏了头脑 都是人嘛 未必他还有什么三头 你说的大公司 用费啊 你说的大贝斯 晓菱走 那你怎么不早说 不是 我是怕你弃单避嫌啊 我 你就万一要是投单了 那咱们这个月的业绩 可就归零了 虽然说 避嫌确实是有些作妖 但是我告诉你 这嫌真的是太大了 不行不行 赶紧 来来来 顾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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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来都来了 而且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 这个公司呢 知道你跟晓明总关系的人 屈成了数 真的 真的啊 所以啊 你就当是看在奶茶的份上 钱的份 钱的份上 钱的份上 奶茶的份上 奶茶的份上 好冷 好绝情 好有魅力 更难得是 她始终如一 不爱笑 没有阴阴奄奄也就算了 居然连花枝招展男情敌都没有 末日先生何止是不尽女色 她对雄性 可是沙发军断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降服我们的冰神太子 她究竟在等谁呢 我陌生一个人 原来是她 危险人物预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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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 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 原来只是供应商啊 原来只是供应商啊 你看她从上到下 你不是这么化妆穿着 冲一下子 情敌概率 基本为妨 你 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 这次的工作 我不知道是跟你公司有关系的 我也不知道 这次合作传属巧合 是是是 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 总而言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你女朋友 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的公司 是走后门进来的 也不想你骗她 明白吗 谢谢你啊 林总 两位 请 林总 客气一下 那要是克制不住呢 那就用心克制 我们公司的特色是二次元 但是现在市面上 互联网公司跟二次元 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 并不少见 就此这样的案例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 如果各位需要的话 我可以做一些类比 给大家共参考 林总 陈总 陈总 其实这种小项目的签约 你跟我不用参与的 我是来抽查一下 你们市场部的工作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顾小姐 合同没问题了 一付款给到你们 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 正常进行了 好的好的 现在我们合作啊 谢谢啊 等等 这位是顾总监吗 是 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 我有些理念 要私下给你传达一下 你 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林总 对我们工作的这么认证过 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 不然与林总的为人 我都得死 放心 死不了 你干什么呀 你把我一个女孩子 叫到你办公室来 而且为什么不叫赵雷 顾总监 把门带上 你干什么 干什么 顾小姐 我表现怎么样了 你 你 你表现得很好 但是你这样子的话 就很容易被发现了 你别喊啊 你要喊的话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你要干什么呀 我克制不住了 你 你 什么克制不住了 你不要吓我呀 我什么都克制不住了 好了 没有人的时候 你不用克制 你 我 跨越过人海 一不小心遇见爱 穿过车路口的灯台 美丽的意外 一不小心见到那是爱 到底是你退回来的 还是郭安信退回来的 欣儿 怎么 现在娱乐公司谈代言合作 都要老板亲自出马了 毕竟这次假方是你啊 看来我们也没必要谈什么代言人合作啊 现成代言人不已经有了吗 是谁 难道你觉得还有人比你更适合代言参与远地战吗 盛总可真是幽默啊 欣儿 你知道吗 今天卖花的人告诉我 这数号他有一个花语 叫做足以与你相配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而我呢 也终于有机会 拥有跟你招业相处的时间了 看来你这次是想全权负责这个代言活动 我现在手里呢 只可以回给你下个月的消沁请柬 你不说的话 我都忘了消沁的时间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他值得吗 你不会明白的 我怎么会不明白 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吗 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回头看看我 如果 他不知道回头呢 那就一直站在他身后守护他 一直等下去 对了 文哲 你吃什么呀 ت复乱 你死吧 饿了 吃饭去吧 走吧 你怎么还没走啊 不是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还开这么多灯 我这水费 电费 我这只 卖了也找到女朋友了 还没放过来呢 我在进行推荐仪式 你说我都喜欢了 七七四百一十二条 怎么能说案子就忘记啊 我这儿都用你随便用 你不要哭了 你说怎么网络也好 现实也好 不管我怎么付出都没有结果啊 这 没有啊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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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的方向稍微有点偏差 但其实 你是很值得被别人喜欢的女孩 真的 你怎么来了 这对 ZQSG 今天BBC制作的纪录片 重建巴黎圣母院上映 该片由法国 美国 还有澳大利亚多个机构 联合设置完成 人事现场画面实境感强 下面请大家欣赏片段 哥 你怎么来了 我跟悠悠拿了你的地址 只是你暂住的时候 放了一些日用品在我这儿 一直都没给你送回来 其实不用这么买 但是我觉得 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如果 一切都要向前看 哥 我的爱心真的长大 是吗 以前的事情你们不需要有负担 我们就像过去一样就好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拜拜 我给你把饭菜热一下 我去给你吃饭菜热一下 刚刚谁来过了 是郭安生吧 你怎么 你都知道了干嘛海文 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怎么 你哥不放心 你来给我送温暖啊 不是 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 他给我送了过来 那不是有快递吗 我就知道 你会这样 安生只是我的哥哥 仅此而已 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 好多工作要做 还给你准备了饭菜 不光没有表扬我 还跟我发脾气 过去 这么快这个裴粒小蛋糕 就送来了 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 那没良心 我才没有没良心呢 怎么啦 遇到困难啦 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 其实很正常 所以你这个小蛋糕 送来得很及时 慢慢来 总会有办法的 你以后见你哥 不会瞒着我 不对 你还是别见他了 那我是见还是不见 总之 你不能瞒着我 好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 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请讲 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肖医生 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他 让我把他追艾莉 喂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要挂了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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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挂了吧 我腰受伤了 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拽下 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 腰把手给办 孤独终老了呀 那你不应该打120 110养老中心吗 打给我干吗 你 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 我不是放你那一把不用钥匙吧 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 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 我 我试试啊 开了 开了 我脑子短路了 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 我这么惨 十分惨 特别惨 你的不用钥匙不应该给我 应该给你女朋友 我 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莉那儿呢 但是我现在怎么办 那去找你的艾莉啊 那 行 难得出了个好办法 好兄弟 对了 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 砍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 好好看看脑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每天晚上 都笑眯眯地打电话 还意犹未尽的样子 是因为嘲笑她 是 萧衣珊喜欢艾莉 不过她也挺不正常的 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 进入爱情里有几个正常的 你骂你骂我呢 你 你不要插开话题 还有 我先告诉你啊 我不是有意地去窥探你的隐私 我只是 帮你取快递 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 我就我就不小心 我就瞄了一眼 这就看到是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 我退回去了 所以里面是什么呀 鬼鬼祟祟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又不关心 早说呢 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啊 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多浪费啊 多不划算 既然跟你在一起了 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 最后一个问题 门禁密码为什么是零四一一 你真的不记得了 零四一一 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人 小毛豆 我会来找你的 零四一一 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人 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人